在日本黄濱的鑽石公主号邮轮 多10个香港人确诊 累计有65人 原定在今晚接载 日本鑽石公主号 滞留港人的第二班包机取消 入境署解释 在今晚加拿大有撤离行动 日方未能够安排港人落船 最快明天挨曼可以起飞 有港人说等到焦雷 又惠而在日本黄濱报道 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 星期四日本时间 夜晚11点多见记者 入境署处长曾国伟解释 是因为加拿大有撤离行动 日方未能安排港人落船 有在邮轮上的香港人说 经常都没有收到检验结果 也都收不到入境署通知 我们一整日追问港府包机进展 但一直没有回复 直到夜晚8点多才获通知 要去距离码头大半个钟车程外 政府特显队在东京住的酒店采访 曾国伟估计船上有大约150个香港人 星期五可以下船 第二班包机会在傍晚或者凌晨起飞 如果有需要 会在星期六开第三班包机 至于三十几个和确诊者 有紧密接触的香港人 原本在日本还有14天的隔离期 欧志光说 政府正在想带他们回香港 先继续隔离 不排除另外会再派包机 但未有具体方案 他们下午去过两间医院 探8个香港确诊者送上心意卡和果栏 但见不到面 曾经和部分香港人通电话 有线电视记者 依慧宜 在日本环彬报导 一手掌握 有线新闻